如果说在怪兽阵营中像安培达线人塔尔塔罗斯这样的强者是怪兽阵营中的元帅 那么谁才是怪兽阵营中的将军和先锋呢 今天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 怪兽阵营中实力担当中流砥柱的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将军级别 第一个 巴尔坦线人 成人在初代奥特曼中的巴尔坦线人实力一般般 但出现在MAXTV中的巴尔坦线人实力可谓是很强了 他们的科技能力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几乎闻所未闻的程度 轻轻松松造出数百个分身 如果没有MAX奥特曼的阻止 他轻轻松松毁灭一颗星球 那还不是手刀线来的 很可惜啊 这只巴尔坦线人遇到了光之国吕布 TVMAX 自认倒霉吧 第二只 安东拉 安东拉在初代奥特曼里面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是靠着诺亚之神留在地球的青石出寨才能击败安东拉的 而在MAX奥特曼的TV中 安东拉更加强大了 被称作史上最强安东拉 单打独斗TVMAX根本不是安东拉的对手 最后还得靠诺亚之神留下的蓝色石头 重创了安东拉后才得意将其击杀 这要是出现在其他人的TV中 那不得杀川了 第三只 扎拉布星人 这只怪兽呢 上限比较高 下限也比较低 他能变身为其他角色 并能获得对方的相应能力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没吃过啥好菜吧 扎拉布星人没见过几个高端战力 目前扎拉布星人变身的实力最强的 应该属于梦比尤斯与奥特兄弟中 变身小梦和真正的小梦打架了 但也被暴露上的小梦消灭了 这只怪兽非常适合去打游击战 只要不正面刚干啥都行 反正有变身能力 只是要在战场上到处游走变身 偷袭就行了呀 而且本身也有一个用来输出的光线 伤害也不算特别低 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第四个 西多拉 一个能活着从初代手下走出去的怪兽 如果当不了将军 那初代可就太拉了 原型是鸟和恐龙的结合体 有点像石灸 口中能喷出6000度的高温火焰 光凭借身体能力 就能把初代按在地上摩擦 而西多拉的速度 也是能让初代的大招 四叛修姆光线根本无法命中的 是一个能扛能打的正面的大将军 第五质 凯姆拉 这只怪兽虽然有着很明显的弱点 如果他要是一心奔着摧毁城市去 那谁都阻止不了他的屠杀 凯姆拉有一个大型的AOE毒气技能 可以将方圆10公里的单位全部毒死 而且除了弱点之外 他身体上的其他部位防御力也是非常高 甚至能抵挡初代奥特曼的斯派修姆光线 但他背部的弱点也是真的致命 爱了人类的一发火箭炮就快要玩完了 最后死于火山的爆炸之下 但大家想想啊 这只怪兽要是组成了一只赶死对你 那人类不就玩状子了吗 第六只 百姆拉 这只怪兽被称作围巾怪兽 特别是他在有围巾的先锋 但他被官方定义在宇宙中到处破坏的怪兽 说实话啊 可能是因为有着光速飞行的能力能到处浪吧 他的攻击手段真要让他去摧毁一个街道 估计都要好一会儿 但要是让百姆拉利用自己变身蓝色球的能力 在战场上当个游走 那不是顶呱呱呱啊 最好的是带着扎拉布仙人一起赶路 美滋滋 第七只 吉拉斯 这只怪兽被称作围巾怪兽 顾名思义啊 有围巾的时候强无敌 围巾一被撤下 顿时变成战母渣 不过有一说意啊 他在有围巾的时候还是非常强力的 特别是他能射出拥有百万伏特威力的电击光线 这个光是在战场上扫射的话 威力就很夸张了 他的位置啊 非常适合去做加坦极恶大元帅下面的偏将 当一个纯粹的输出手 加坦极恶吃伤害 他纯输出 第八只 加马酷吉拉 一直喜欢吃珍珠的怪兽 攻击力有点低啊 但防御力是真理高呀 能让炸弹在肚子里面爆炸得毫发无伤 但因为攻击手段少攻击力低 所以注定他就是个活肉盾 而且还是一个拥有可成长性的活肉盾 在剧中他在吃了爆炸物之后 体质就更加强了 所以我建议啊 就是当鲁格赛特的坐骑 当一个偏将吧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先锋了 两国交战 先锋是一定要有说法的 那么什么样的怪兽才能当先锋呢 第一个 布鲁顿 四次元怪兽布鲁顿 因为他是处在四次元的生物 所以他的很多行为 会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 这也就使得他很难对付啊 他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 如果作为先锋的话 那么布鲁顿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战斗力 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其次布鲁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啊 那就是宇宙次元的垃圾桶 所以一旦布鲁顿被消灭 那么就有一定的概率会诞生出宇宙之学 虚空怪兽格里达 这位可是一位灭世级元帅级别的怪兽 一个被称作Bug的存在 没有宇宙之针那他就是无敌的 有了宇宙之针那也得考验你的实力啊 第二只加伯拉 虽然在初代奥特曼中的那只加伯拉 确实有点烂 但是在新奥特曼这部电影中 加伯拉的光线可是饱含了辐射 而且能持续发射这么久 会面一两个城市 应该也是轻轻轰轰的吧 用来当新封官来振振场子 还是非常香的吧 第三只 内龙嘎 这只在不少的作品中都出现过 喜欢吸食电力 能力是放电和隐身 说实话 即使没有奥特曼 能力显得击败他 貌似也只需要搞个红外线眼镜就行了 他也没有多么大的破坏力 就只有吸食电力和放出电力这一个问题了 不过说实话 人类现在的科技想要免疫他的攻击 简直不要太简单 所以内龙嘎 只能当先锋 而且是敢死队的那种先锋 隐身上去一次性甩出所有技能 不然下次再出场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第四只 雷德王怪兽中的第一大傻子 攻击高防御后 血量厚 但智商有点不够用 点了一个还没他手大的脑袋 简直就是大傻串的翻版 不过这也不是啥优点也没有啊 首先没脑子 其次肉 这不完美符合了鲁格赛特的标准吗 雷德王又是一个量产型怪兽 只能让一群雷德王绕着自己当肉垫 再来个结盾开罩子 自己在中间狂射卡伊状态下的创世安魂曲 这不是无敌吗 第五只 贝斯塔 这只怪兽确实是很辣了 初代登场也就是补了个刀 甚至初代不补刀 他也熬不过几分钟了 自己去油田作乱放火 然后自己被自己放的火快给烧死了 确实牛逼啊 但有一数据啊 放火这个东西 那可是大型AOE 而且奥特曼中怕水怕火的可不少 贝斯塔只是脑子有点问题而已 争论破坏力 他完全可以和巴顿相提变乱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知道有哪些适合当先锋 或者当将军的怪兽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